现在就是既然人人都是记者 人人都是八卦 狗仔对 那这种讯息其实我们应该广传出去 你可以拍一个照片说你在现场 你可以拍在吊车旁边 但是你不必拍到尸体 你不需要上传人家的尸体 就好像你会希望你去世的时候 你的尸体就在网路上给大家看嘛 就是那种心理 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有这种想法 可是这个照片是一回事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现象 就是直播嘛 就是live的部分 好像我们看到有关单位 就是在把车子吊起来的那一刻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可能网媒啊 机构啊 其实都有在做这个所谓的直播 甚至也有看到一些网民 观看的网民 他们都有一些留言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比如说他会说zoom一些 在特定的一些部位 看一下这里看一下那里这样子 大家都很好奇 好像都好像怎么说 网络媒体当然也是一种媒体 就大家在这部分的那个界线就放得很宽啊 其实好奇是人 人一定会有的 就因为我们有好奇心 我们才会一直进步 所以才一直成长 可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守住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好奇要发挥在比较真正对人类有贡献的部分 因为你好奇那些尸体什么 我觉得这些东西看了有什么 对我们有什么好的 好的 对而且作为一种尊重吧 那当然直播的话 有时候可能那个镜头没有办法就是完全完全避开 可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尽量避开最好 那像其实现在有一些东西我会觉得为什么要直播呢 这个东西有直播的那个重要性吗 老师如果这样讲哦 就好像打击了很多网路的内容 你知道有直播的重要性吗 有拍成影片的必要吗 其实很多都可能就在一些某些角度觉得没有必要啊 对可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网路现在在开始蓬勃 那大家都在一种学习的过程和一个阶段 那当任何东西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犯错 或者会一股脑去做了一些东西 然后可能几年之后你就会发觉有必要吗 就好像我一直我现在都会发现 很多人会在网路上留言流的言还蛮难听的 那政府是甚至说他们要有一个法规去规定这个留言 但是我觉得以其给政府去规定 我更乐于看到有一些受害者他们去提告 因为我认为言论必须是自由的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去讲任何话 但是同样你要负责 所以如果你讲的话伤害到人 被送伤害的那一个去提告 他其实他也就是在制造一个方式 去告诉别人说你不可以乱讲话 那其他人也有这种乱讲话习惯 看到别人被告他们自己也会收敛 那相对于好过政府去规定说你不可以讲什么 你不可以讲什么 政府规定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吗 就比如说如果有时候我们会说 你骂人的时候或者你撒娇的时候 你的语气不一样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所以文字是没有温度的 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开玩笑 可是读人可能会觉得是一种有益 所以政府要怎么去规定这个东西呢 所以我觉得不如如果我们要把整个网路的那个次序 给做好一个规范 还不如受害者自己去告 好过给政府下令 所以如果真的要告 说不定艺人啊 做娱乐圈的有很多可以告啊 因为通常骂都是先骂我们这种人 好 好